就可以用九折優惠去買這些比較貴的東西 聖誕樹、企鵝不極紅 是一個小紅來的 是不是好可愛? 你買滿60磅就減20磅 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要拍一條我自己期待了很久的影片 就是開箱我買的BB用品 YA! 由於我們剛剛過了Black Friday的瘋狂購物時端 我在過去一個星期就已經上網買了很多東西 但我在買這些東西的一兩個月之前 自己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寫了一個list 裡面就有不同種類我要為BB買的東西 而且都記錄下他們原價 或者我見過最低的價錢是多少 就已經預備好當Black Friday來到 我就可以在他減價的時候入手了 可能有些觀眾就會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買BB東西好像有點早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當我其實都知道自己將會要買些什麼 現在有減價的時候去買了 我的心會覺得舒服一點點 因為反正東西都是用的 如果我可以特價買的話 那為什麼不現在買定呢? 因為到時候我真的要用那樣東西的時候 我才算去買 就可能要逼正價去買那樣東西 但預先去買這些BB東西 要留意其中一件東西就是 多數會有些大型的用品 例如是BB車 Carset 或者一些電子產品 他們的保養期就會由你買那一刻 或者你收到那個產品 就開始了 如果你的BB 其實還有幾個月才出生的話 你這幾個月就會叫做 好像浪費了保養期 這個大家可能就要考慮 減了價的價值 究竟值不值得你早這幾個月 去買這個貨品 不過瘋狂購密的 這個星期 都令到我自己心情很好 我老公也突破了一個盲點 他就覺得 其實我不是因為買了那麼多東西 而很開心 而是因為買這些東西 省了很多錢而開心 這個都真的 所以我今天在開箱的同事 都會分享給大家聽 我們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省了多少錢 或者我們用了什麼 賺到什麼 discount code 以及賺到什麼 cashback 不過事先聲明 大家請當這條片 是一個普通購物的開箱片 我買這些BB用品 我都是自己上網做了 research 或者是問朋友 而決定去買這些東西 但實際上好不好用 都真的要等到BB出生之後 我們真正用上手才會知道 所以絕對不是他推薦大家 去買這條片裡面的任何東西 到時候我們真的用過的東西 我們覺得好用 再會拍片和大家分享 我之後來開箱的每一樣東西 我都會在這邊 或者這邊加上一個價錢牌 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原本價錢是多少 折了之後是多少錢 再加上我自己 可能用了其他的折扣碼之後 我會用多少錢買回來 事不宜遲 說了很多廢話 我們馬上開始吧 第一樣要開箱的 就是這個Baby Beyond的Baby Carrier 就是一個背帶 大家就看到了 就是這個Baby Beyond的牌子 我買了那個款式 叫做Move 它可以由初生用到15個月 大概12kg的BB左右 我們立刻開來看看 其實這個牌子 都出了很多不同款式的背帶 我自己選了這個 就是因為我上網看到人說 它其實就比較 有這麼多部分 它其實感覺上比較 Sturdy一點 就是比較硬正 但又未硬正到 你在家裡背著 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可能有時候 你在家裡也會想做一些 輕輕一點的家務 但又想背著BB 這個在家裡背著 都不會太誇張 這個就是比較透氣的質感 這個就應該是前面那一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背著 看上去也算是挺耐用的 就有本說明書 哇 這麼厚的說明書 很重手 應該就是教你 怎樣可以背著BB上 因為有很多種不同的語言 還有我聽很多人都說 Baby wearing 就是你把BB背著身 會令到他有安全感 和BB親近一點 又可以增進感情 又可以free up 兩隻手出來做其他東西 這個我們就是買了藍色 因為我其實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我就不在他們官網買 因為我看的時候 他這一款在Amazon上面 都有賣不同的顏色 我原本就想選黑色 但就看到他剛好 藍色是最便宜的 原價就145磅 其他顏色就好像減到120磅左右 這個就減到108磅 我覺得其實藍色都挺漂亮 所以最後就選了這個顏色 可以看到其實他這一款 在後面也有一個叫做 比戴那個人的back support 即是一個背部的support 我自己的腰就真的不太好 所以我自己也選一種 背部有support好一點 就會背得舒服一點 其實我在Amazon上面 都買了很多BB東西 他們就是一種叫baby wish list 即是一個list 你可以在Amazon上面 save你自己看中了想買的BB用品 當你第一次去買這個list裡面的東西 而總數是超過200磅的話 其實是有九折的優惠的 如果你是Prime Member的話 還有八、五折 另外還會有一個營生禮物 他就有幾款營生禮物給你選擇 好像有些奶樽、濕紙巾、尿片垃圾桶 不過你買的東西 就全部都是要由Amazon去賣出來 和由他們配送 才可以合資格有這個九折或八五折的優惠 其實這個list也挺有用的 你就可以save下不同種類 你需要買的BB東西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很流行做一個 叫做registry的東西 譬如有些朋友或家人 想在你baby shower的時候 買禮物給你 但又不想買到一些 可能你覺得不太實用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wish list share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在list裡面 選一些東西送給你 我在資訊欄也會留下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怎樣去開這個list 因為我自己也夾了一些比較貴的項目 譬如這個背帶就是其中一樣 就放在我第一次買這個wish list的時候 就可以用九折優惠去買這些比較貴的東西 第二樣就是這個love the dream swaddle 就是這個睡袋 現在都很流行 另外很多人都用這一款的睡袋 是被BB睡覺的時候用的 雖然我上網有看過 有些人說 有些BB其實不太喜歡的 這個真的要到時試了之後才知道 但也有很大部分的媽媽 就說他們的BB 就因為穿了這個睡袋之後 就睡得好一點 還有長一點 就看看到時他喜不喜歡用 我自己就買了兩個 起碼一個放去洗的時候就可以提換了 我就買了細碼 細碼就是3.5-6kg 即是8-13磅的時候可以用 即是差不多出生沒多久之後就可以用了 這種睡袋 人們就說可以令到BB 感覺上好像還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有些安全感 還有這個叫做一個手向上的設計 因為有時候有些BB喜歡 手向上睡覺 裡面還有一點活動空間 就比起傳統 可能用包巾整個包著 他兩隻手就會束著 有人說這個好一點 我就買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聖誕的款 但我自己覺得 他也挺漂亮的 又不算是超級Christmas 即是好像大紅色 他的公仔就是這樣的 有些聖誕樹 企鵝不極紅 這樣 這個拉鍊就是這樣 上面向下拉 或者是下面向上拉 都有的 因為下面向上拉 就方便你在晚上換尿片的時候 就不用由頭拉到腳 這樣就可能會凍傷 那就會方便少少 我原本想買最原始最簡單的款 就是這個灰色 但他減了價錢之後 我選了兩個 就不夠錢 所以我選了這兩個 比較特別的款 這個就是他的聖誕特別款 另外我選了一個叫做 Community Print 就有些人仔 可以來看看 摸上去的質地 也算是不錯的 另外這個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人在 有些人推著BB車 有些跟小朋友玩 有些就牽著一隻狗 都是上下都可以有拉鍊 而且他們的睡袋都有不同的厚度 選擇 你就跟自己平時屋內的溫度 去選擇一個適合你自己的厚度 我們選了One Talk 它就說是適合20至24度的室內溫度 如果20度的話 你就穿一件短袖底衣 再加一件長袖的睡衣 然後再穿睡袋 如果22至24度 就穿一件短袖的上身衣 和長的褲 希望他到時會喜歡用這個 Love to Dream這個睡袋 我就是在他們官網買的 因為他減價的時候 官網便便宜過Amazon 如果你在官網買 其實你想上TopCashback的話 它是有4.25%的Cashback 如果你是平時在他母節的時候買的話 你就可以sign up他的Newsletter 都會有九折優惠 下一樣我買的特價東西 就比較random 就選了一件這樣的prime suits 重點就是 看看他的帽子 是一個小紅 是不是很可愛 這件是在M&S買的 因為其實4月的時候 英國可能還有少少量 如果帶他出去的話 也有一件厚一點的連身衣 給他穿著 這個就連著腳 不會凍傷腳 這個拉鏈也是比較容易 穿和脫 這個也是見他有特價才買 而且覺得他很有趣 來了之後我覺得他很有趣 那張照片 摸起來是很軟熟的 那些毛毛 難以想像到時候 我就會抱著這個寶寶 這個是一個非常random買回來的東西 之後就是Aidan & Annias的沙巾 這隻普通size 60x60cm 我就買了10條 就有兩個款 這個是太空explorer的款 這個就是小飛象 其實他這個牌子 都出了很多不同 pattern的沙巾 我也有聽說過 人們說他的質地也不錯 而且也挺耐用的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兩個款 其實就是因為我是在Ocado上面買的 Ocado就是一個online的超級市場 其實他也有賣很多不同的BB用品 其實這個牌子他們自己官網都有做特價 但我自己在Google打了這個牌子名 再搜尋一下這個Muslin Squares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賣多少錢 不知道為什麼Ocado是減價減得超厲害 原價這個五條沙巾要成差不多23磅 但Ocado是減到13點多磅 不過不好的就是在於他的款式 就不是剩下很多 就剩下小飛象 還有一些其他款式 就好像這個這樣 只有三條是有款 然後中間兩條是全白色的 那我就自己覺得 想買多些是有pattern的沙巾 所以我就最後選了 這個小飛象 少數是五條都有pattern的沙巾 就開一條出來 先看看 雖然這些開出來之後 未必可以摺得好像他那麼漂亮 這個就是一個太空船 或者UFO 真的挺軟熟 不過這個大小適合普通 幫他抹一下口水 抹一下牛奶的東西 就是這麼大 60x60cm 因為很多人都建議這些沙巾 就真的買多一點 我覺得十條都應該OK的 應該夠用吧 除了這個size 60x60cm之外 我都買了另外一個size 就是大一點 它就叫做Muslin Swattles 就是大一點 比較多用途 可以在BB掃封的時候用 或者當你要在公眾場合 餵奶的時候拿來蓋住 或者你可以蓋在car seat 蓋在BB車上面 都算是挺多用途 就是112cm x112cm 都是一個正方形 它後面都有告訴你 如果你想包著BB的話 就可以怎樣包 就教你怎樣做 當然啦 其實這些沙巾 真的很多牌子都有做的 其實原價的話 我真的未必會買這個牌子 因為真的有點貴 而且我在Ocado找到它有特價之餘 我上了Top Cashback之後 我就看到它有一個 給新客戶用的discount code 就是你買滿60磅 就減20磅 而且它還包著你 未來三個月都可以免費送貨 那你就可以合起來 可以買菜 買下其他食物 然後還有4.25%的現金回贈 如果你是新客戶的話 如果在Ocado買東西 記得就要 sign up my airtime rewards 就加上你自己買的 那張debit card 或者credit card 那裡額外又會再賺2%的cashback 我為了湊夠這60磅 去減20磅 就買了一箱 What the wipes 因為我也是看到Ocado有減價 這個一箱有12pack 每一pack 裡面就是有60塊的濕紙巾 這些water wipes 也是很基本要買的東西 就是你幫嬰兒換片的時候 要幫他抹一下屁股 例如日常有什麼要幫他抹的話 其實用這些 wipes 也是安全的 因為99%是水 還有沒有任何的香精 或者是顏料在裡面 用在新生嬰兒身上 就比較安全 當然這些 wipes 也是會找到更便宜的選擇 但以一個新手媽媽來說 可能一開始都是買一些大牌子 會比較安心 可能用完這一堆之後 就可以去試一下 Audi或者Lidl 他們自家品牌 有些人說過都蠻好用的 因為這個特價了之後 我又可以再減Ocado的20磅 其實圍回同那些牌子 可能真的差不多價錢 因為其實這個size 一箱12盒 Costco都有賣的 他們好像連了碎之後 就差不多24磅 但Ocado原本減了價 已經是21磅多 所以我最後減了20磅之後 其實圍回我15磅 就已經買到這一箱的十字巾了 下一個就是 哇!很大的這個 就是這個Schnuggle 這個牌子的Changing Mac 即是換片的 叫做一個換片箭 這個就比較大 開出來看看 我選這一隻 而不選擇其他傳統換片箭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容易清洗 它就是一個 好大個 一個類似軟膠的材料 其實它摸下去 又不會說很凍冰冰的 它是一種叫做 親膚的材質 你就不用額外 再鋪多條毛巾 令它覺得舒服一點 它就是一款non-toxic的PU-foam 就是可以安全給寶寶去用 因為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知道 寶寶一天可能都會換好多件衣服 可能有時候又會爆片 又會成這樣 當這些麻煩的情況發生了 你還要去把換片箭上面的cover 又要拿去洗又要換 我就覺得很麻煩 但這個呢 你就這樣擦 或者你直接拿去沖水 其實就已經乾淨了 我就覺得 可以省很多力氣 雖然它真的比平常的普通換片箭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買了換片箭 我又要額外 可能買多幾set的布去鋪它面 其實可能圍到的價錢都差不多 所以我最後就選了這一款 不過它拿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點味 好像膠味一樣 可能第二天用之前 要拿出來攤一個星期 等嬰兒到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種味 這個呢 我就在他們的官網買的 因為他們的官網有很多東西 做減價 但如果平常買的話 在Armson上面 他都會有偶爾做特價 我在他們的網上 除了這個之外 我都買了另外兩樣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Bath Brush 這個就是洗澡的時候用的 我就有聽過 新生兒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情況出現 就是叫做 Cradle Cap 我不太知道中文是什麼 但是可能就會有些比較油的 類似頭皮蝕的東西 會在BB的頭上出現 如果你在洗澡的時候 幫他用少少洗頭水 或者直接用水也好 幫他用這些比較軟的刷 幫他按摩一下頭皮 這樣就可以改善到Cradle Cap的情況 這個就有一個Handle 讓你放手進去 就可以幫BB 就可以Massage一下頭 還有這些直膠 感覺上就比起海綿 就好像沒那麼容易發毛 用完之後都容易弄乾它 最後在那個網上買的 就是這個Baby Wash Cloth 就是一些洗澡的時候用的毛巾 這個就是70%是Bamboo 然後30%是Cotton 裡面就有三條 我聽過有些人說 當你在BB洗澡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用一條毛巾 都挺軟熟的 用毛巾可以濕水 就搭在他身上 感覺上他就沒有那麼冷 還有就有些安全感 就是三條可以替換 之後就比較一些沒有那麼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探耳機 這些都是一些你可能真的未必經常會用 但是有用起來的時候 你又真的需要它 這個我也是在Amazon的九折那些東西裡面買的 他這隻探耳的探耳機 就有一個叫做Age Precision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進入你BB的年紀 因為原來人發燒的定義 是會跟隨年齡有改變的 那你進入年紀的話 就會令到他可以比較準確地判斷到 你BB有沒有發燒 那它裡面都包了21個那些小蓋 就是你平時會放在耳朵那裡 你每一次都會用那個新的蓋 那如果你用完 就可以自己再買多些 但是21個應該都可以用到一段時間 那這個也是因為我看了很多review 很多人覺得他這個牌子這個型號 比較好用 所以就買了 而最後一樣呢 就是這個幫BB磨指甲的機 這個nail file 那因為呢 原來BB的指甲是會長得很快很快的 那如果你不去剪它的話 它有機會會拿到自己 或者會拿到你 但是呢 你又不可以拿一些普通的指甲鉗 去幫BB剪指甲 因為BB會覺得很恐怖 你自己也會覺得很恐怖 那所以呢 那些人就推介他用這些nail file 那這個呢 買回來呢 就連同一個盒子 那其實它就是一部這樣的機仔 那上面呢 就有不同的頭 你可以配上去 那就是和不同年紀的BB的 那你放了頭下去呢 那它就會轉動 那你就可以慢慢呢 幫BB磨平指甲 那些人呢 就說它操作起來呢 不算是太吵啦 那還有它也會有一個LED燈在前面呢 就給你可以 譬如晚上如果你真的要用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小小的燈 就給你照著可以幫BB磨指甲 那它就不同顏色的這些頭呢 就是0-3個月啦 3-6個月 6-12個月 還有12個月以上 還有成人可以用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 基本日常要用的物件 那這次要開箱的東西呢 就去到這裡啦 因為其實呢 我都還有很多東西 是還未送到啦 送到的時候呢 都會繼續拍片 開箱給大家看 分享給大家聽 我省了多少錢 真的很開心 那再補充多次啦 這條片裡面我買的東西呢 絕對不是推薦大家去買的 只不過是我自己做完資料搜集之後呢 覺得應該會適合我們和BB用的東西 我才買的 那大家都根據自己和BB的習慣去選擇 適合你的BB用品啦 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看今天這一條的BB用品開箱片 那如果還未訂閱的朋友 就記得快點按下面訂閱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3 5 3 5